当地时间18号 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地方法院宣布 2021年4月 在该州枪杀非裔男子赖特的白人警察金波特 被判两年监禁 这一量刑结果远低于检方此前诉求 对此受害者家属表示不满 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法官18号 判处白人警察金波特24个月监禁 这与检方最初要求判处其86个月监禁 相差甚远 对此法官认为 金波特误将手枪当作电击枪非主观意愿 根据判罚 金波特三分之二刑期需要在监狱度过 其余三分之一可以监外执行 遭枪杀非裔男子赖特的家人 对两年监禁的判罚表示失望 赖特的母亲称 金波特谋杀了他的儿子 没想到司法系统又一次谋杀了他 2021年4月11号 明尼苏达州布鲁克林森特市 警方在试图拘捕赖特时将其射杀 两天后涉案警察金波特递交辞呈 事件发生后 当地持续爆发抗议活动 表达对警方的不满 酱事件发生下来就会反 tik级 王笔当然日地 幸运uffle发生下来就会反对ak